传统有机肥料最常使用到的就是鸡粪了 但是呢鸡粪容易发酵产生错位 还会滋生苍蝇来影响环境卫生 有鉴于此台中太平区农会呢 是举办了一场有机质肥料的观摩会 教导农民该如何施肥才能够达到最佳效果 而现场呢也比较了有机质肥料跟生机粪肥的差异 希望能够导致农友的观念种出健康的作物 农友排排坐在棚子下专注的听着讲师讲解 有的则是认证翻阅资料记下讲师修的每个重点 希望改变农友施肥习惯 农会举办一场有机质肥料取代生机粪师做观摩会 生机粪肥的话一般刺下去以后会在突然间它会发酵 发酵料它就会产生抽气对环境污染都蛮大的 这种产生植到苍蝇或蜂蜂这种东西会发生 所以对环境是不友善啦 所以我们鼓励我们都尽量用对环境发育的有机质量 传统有机肥料常会利用生机粪肥师做 因情绪粪堆肥一般含氮素较高 养分较一般堆肥高 但生机粪肥容易发酵产生臭气 知生苍蝇等问题影响环境卫生 有监于此农会举办观摩会 除了向农民说明有机质肥料与生机粪肥的差异 同时教导农友正确的施肥观念 如何有效施肥达到最佳效果 我们这些鸡的年龄有的都穿这些 有的都已经五六十年四五十年 你也不许说每年都会做油 每年都会做油 每年都会做油 并做我们的投用会生成 所以说有机肥料 我们就是要适时 来给它试用 让它投用会比较生化 现场还实际操作正确施肥的方法 让果树和土壤都能吸收到养分 经过讲师详细的说明 每个农友是收获满满 种植作物除了靠多年的经验外 也必须随时补充新观念 三代土地才能种出健康的果树 记者陈昭安台中采访报导